中国职业篮球选人,就盯着一个高次不放,没有点身高,在球队里连头都来不及。 准备球技爆棚,这绝对不是威严总清,对于徐杰这个名字,恐怕也只有广东球迷才会有印象,徐杰在13岁就进入广东宏远梯队,在国庆是很角色的存在,15年入选拥交五国庆队,16到17年随国庆队争战亚青赛和世青赛,在去年夏天更是帮助广东全运队夺得全运会今年资冠军,这样一名有潜力。 有天赋的球员,如果加益培养,必然前途无限好,可是徐杰有天生的不足,那就是个子偏矮,徐杰的官方身高是180厘米,可是时尚,这个数据有水分,它极有可能连一米八度不到,这样的矮个子又牵手,冲击率必然不足。 如果从过去履历和能力来讲,徐杰都是可塑之才,作为控球后卫,无论是运控技术,还是单打和倒差的水准,加上出色的三分球,徐杰天赋久弈,如果加益培养,必然前途无量。 可前提条件是,要让球队看到有培养的潜质,目前徐杰和洪远队都面临着一个选择,他已经是18岁了,也的确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了,如果洪远把他提到一线队,那对徐杰而言,肯定是天大的喜讯。 可是如果洪远不把他提到一线队,留在在青年队,那么对徐杰而言,或许自己要做出某些选择,这个年龄段在留在青年队,其实对整个职业生涯并没有太多的好处,不可能寄希望未来两三年会长鸽子。 如果珠邦宇不把他提上去,最好是将其打包送走,这是想要让徐杰能够继续进步最好的方式,以租界的模式将徐杰送到TBA那些后卫会罚的球队,否则,白白浪费人才就是谋财害命,不可以否认,180身高是不高,主要技术过亿也可能是出色的后卫,可前提条件是要培养,否则一切都是只上谈兵。 赵继维也是1.8M左右,如果有能力的,应该挑战一顿乘货租出去,真是不要浪费人才。